人生时乐,你有几乐? 一、天伦之乐 夫妻互敬互爱,兄弟亲热相好, 轴里和睦相处, 儿女孝顺父母, 长辈关心晚辈, 经常让属于自己的小天地充满温馨。 二、运动之乐 若要健,天天练, 运动是健康的源泉, 年轻跳蹦蹦, 到老没病痛, 身体锻炼好, 八时不服老。 三、聊天之乐 有选择的与人适度聊天, 是一种积极的休息方式。 聊天中,古今中外, 天南地北, 天下大事,社会趣闻, 无所不谈, 往往能得到书本上得不到的东西。 有了忧愁, 与人一谈,一席倾土, 可以减轻痛苦和烦恼, 得到心理平衡。 四、互助之乐 与水生存, 人人活着,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一人有难大家帮, 一家有事百家忙, 我帮别人要忘却, 别人帮我寄欣赏。 五、宽容之乐 人人有秉性, 各个有脾气, 为人处事, 言于律己, 宽以待人, 获达乐观, 要学君子坦荡荡, 莫向小人长期期, 可使心情保持舒畅。 六、 忍让之乐, 是不三思, 但孔芒中有乱, 气能一忍, 方可过后无忧。 君子忍人所不能忍, 容人所不能容, 处人所不能处。 加强道德修养, 学会冷静, 理智地处理问题, 在一些非原则的是非面前, 坚持忍让哲学, 容人让人。 七、 忘年之乐, 莫想老, 长思少, 思想不老化, 衣着老来翘, 不拘年岁行被多与青年人交朋友, 蒙发童心有奇笑, 人老心不老。 八、 学习之乐, 知识是社会的宝贵财富, 是人们的精神食粮。 多看书, 常读报, 既增见识长才干, 又趋即墨益身心。 活到老, 学到老。 九、 劳动之乐。 适度的体力劳动, 可使五脏功能得到锻炼, 减缓衰老。 十、 知足常乐。 名不贪, 力不贪, 亭也安然, 父也安然, 无欲无求, 宁静致远。 自我知足是良药, 不是神仙圣死神仙。